台紐双方于民国100年10月25号 共同宣布进行可行性研究 101年9月底完成所有实职谈判 如今台紐经济合作协定 ECA正式前提 恭喜你们 在经济开始回温的此刻 我们更应该掌握时机 加速改革奋起行动 回应以下四个艰巨挑战 第一个挑战 就是全球产业竞争 更加剧烈 第二个挑战 就是区域自由贸易区块的加速行程 ANSTEC是在WTO的一个基础下 所签订的一个协议 那么我们的 在整个签署的内容里面 范围相当的完整 绝大部分的关税 都会在降税期间 都会降为零 马总统上任以来 大力的推展我国对外的经贸合作关系 积极的参与区域的经济整合 今天我国跟纽西兰签署经济合作协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 这是台湾与已开发国家 所签署的第一项经济合作协定 对台湾融入区域经济 具有指标性意义 台纽方面的经济合作协议 事实上我们已经探讨将近十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纽西兰在整个世界来讲 它的口碑都非常好 这个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纽西兰千万美国都可以跟我们谈 有可能跟澳洲也可以谈 新加坡也可以 其他日本很多地方 我们就统统可以做得到 纽西兰对台湾出口 以农林木等初级农业产品为主 台湾对纽西兰出口 则以石化 电子 电机等工业产品为大宗 2012年 我国出口纽西兰总值约5亿2400万美元 是纽西兰第15大进口来源国 根据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 台纽ECA签订后 预期我国出口贸易额可增加1亿4400万美元 获益以石化 电子 光电产业为主 我们一些工业产品会得到一些降税的利益 特别是在一些比如说钢铁制品 塑胶制品 化学制品 或是一些零组件的一些制品 这个制品纽西兰关税都有一些 大概都有5%到10%左右 那么如果说是将来降税之后 对我们台湾拓展纽西兰的市场非常有帮助 至于纽西兰 经济活动则是集中在农牧业 以乳制品为主 农作物则包括大小麦和水果 生产高度机械化 服务与贸易 侧重旅游 观光事业发达 综合而言 双方经济极具互补性 整合效益高 所以这些计则是新西兰 很强烈的 但是我们很强烈的 在生鸡与乳 所以 这个计划可能会导致 提供更多荣耀 产生产 在同时 贡献者能够能够 在贡献 更多的新西兰 特别的生产品 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推动区域经济整合 借此扩大贸易利益 纽西兰已经和智利、汶莱、新加坡四国 创设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 同时也积极参与以东协为核心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这两个组织都是台湾积极争取加入的目标 台湾与其中的会员国建立实质自由贸易关系意义重大 纽西兰它也是我们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成员 它也是所谓的RCEP、RCEP 就是所谓的区域综合经济协定的成员 这两个TPP跟RCEP都是台湾非常想积极加入的下一个目标 由于台纽双方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会员 台纽ECA是依据WTO规范进行谈判 一例由双方代表处代表签署 而此一模式搭配多元接洽逐一协商原则 未来将使更多国家成为台湾在全球经济的伙伴 不过面对制度与投资环境的改变 民众与社会要有与世界深度接轨的准备 全球的发展的趋势来看 各行各业你必须自己要有相当的竞争力了 这是责无旁贷的 不能靠保护了 如果我们进口它50亿的美金 我们的ICT产品能够有100亿200亿的美金过去 那不是我们更赚吗 近年来各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进展迅速 台湾由于国际处境特殊 掐签自由贸易协定不易 只能以渐进方式力求各点突破 台纽双边贸易额达12亿美元以上 台湾与纽西兰签订ECA 撤除贸易障碍之后 预估长期将提升台湾的实质经济成长率 对台湾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将有正面提升 也是台湾迈入区域经济整合的开始 与国际目的预复 疑似颁导